第一个就是里面主要是ASC ASC主要的目的就是转半型 所以你这个给他你会发现这个全形就变半型 看得出来吧 全形比较大 半型比较小 全形跟半型在以色列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有些旧资料 奇怪你用一些公式 奇怪什么都不对 原因可能出在里面会有全形质的问题 那怎么办 用ASC把它转换一下就好了 OK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你会发现转过之后它就变成 这个是全形 这个变半型 那半型的话都是一个败者 全形是两个败者 所以 这边的话变成说只有中文是两个败者 OK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再加到那个LENB里面去 所以这边的话用LENB 所以你慢慢习惯 也许你做那个公式很冗长的话 你慢慢要学会的 从里面 一层然后外面包一下 剪下再贴回去 16个字按确定 那怎么样呢 把它剪掉 剪掉 LEN 其实 LEN跟前面这个公式差不多 所以把它贴上 只要把那个LEN B感的LEN就可以了 所以 这个是算几个字 这个是算几个败者 相差刚好中文三个byte 所以我们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这三个 然后 再来把公式剪下 不包含等号 然后再用那个LEN 所以这边LEN 然后把字几个字 LEN LEN 贴在这边 那字从哪边抓 从这边抓 刚好就资料库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OK 但是这个部分如果你经常要 重复做的话 最好是什么 旁边有两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输出 按下它自动清除 刚刚不是写过的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如果要产生两个按钮的话 1 怎么样呢 可以先签到Visual Basic 2的话呢 刚刚有写过的 其实 聪明的人应该这样 拿来改就好了 对 那比较不那么聪明的人 就是重做一遍 不过其实重做一遍也让你熟悉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拿来怎么样 拿来做范本 修改一下就好 但是你要知道改哪里 第二个的话记得 这边是 假设我们之前的 那个档案没关的话 它也会产生一个VBA Project 记得你不能说 把程式 写在人家家那边 你要写在自己这边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专案 这个是刚刚那个档案 两边不一样 所以请特别注意 请你现在 一样 在这个专案里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前蛮多同学 都忘了 在自己的 档案里面 加专案 就在 别人家这边加专案 或者是写在这个下面 然后执行都可以执行 但是关掉之后 就存在 别的档案里 其实回家看 都不见了 因为你存到 别人那边去了 除非你把两个档同时打开 其实可以 但是 一般没有人这样 OK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记得 在另外一个专案 注意看 怎么 怎么看 后面刮壶 就会是这个档案的名称 刮壶 他会跟你讲说哪一个专案 那不要 不要跑错地方 按右键 插入模组 所以 很多时候会被什么 检视这个 属性 属性的视窗盖住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 练习的时候先把那个 属性的视窗先关闭 不然很多同学都 不知道写得很好 因为 盖掉了 所以特别注意 把这个地方 关掉 二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刚刚写的这个 这个程式 复制一下 然后呢 贴到这边来 修改就好了 那这边的话也许叫中文吧 我们要留下 中文输出公式 其实 它架构都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 中文 OK 假设我要输出的是中文 然后输出到哪一 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8列 所以这边的话改一下 2 到8 然后呢 这边的话输出到哪一栏 不是一栏 是b栏 记得改一下 然后后面的公式的话呢 就不是这一串了 所以这一串的话你就留下双以号 然后呢把公式怎么样 这一串 复制 取消一下 先确定一下里面有没有双以号 刚好没有 所以没有就不用取代 有才要取代 然后呢 直接贴到我们那个双以号里面 贴上 你现在如果执行的话 应该是 会执行那个 那底下这边先改 这边是b 最清楚吧 2到8 那这边的话是 2到8 OK 先把它清掉好了 里面的话把它执行 不过执行的话应该都是资料库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话都a2 有没有 所以再来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2改成i 还记得吧 双以号两个 移到中间 m的两个 移到中间 再一个i 这样就 剩下就空白 所以刚开始也许你们会问为什么 不过最好发现不要同 同学那边都不会问为什么 就 这样就OK了 你做熟了 后面就是把它贴上 后面再把它贴上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其实这一招 很快 而且很简单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 用的东西转成VBA OK 不过这一招还是有限制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都丢公式 但有些东西可能没那么单纯 所以你还是要学会 我们丢的不是公式 而是 在VBA处理完的结果 再丢过来 OK 不过慢慢来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 再插入那个按钮 我刚刚讲过按钮 可以指到这个 中文公式 然后 把这边把它贴一下 贴的话就是 先清掉 我建议就是这个复制 复制后再贴 移到下面 把这边怎么样 按钮变一样大 再把它指定到清除 然后复制一下 那你会发现 如果 假设你还有别的 别的档案 它会出现 可是前面会多哪个档案名称 所以你不要指错了 如果指错变成说那个档一定要开启 才能执行 OK 这样OK 所以请各位顺便 把刚刚的东西再复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然后 就是利用那个 如何 101题那个留下中文的 这一题 翻例 那 不过这一题 其实还算是 单纯 因为中文字刚好在前面 可是 如果 这一题要变化 就是中文字假如 不在前面的话 那就 就不是用刚刚的公式 所以如果 不在前面的话 那 复杂度 就更高了 因为工作里面可能会有需求 就是说 你要把储存格里面的中文字全部取出来 那它的位置可能都不是在前面 可能是在 那个储存格的某部分 但是你有可能取英文你可以可能取数字 不管反正 位置散落的话 那 可能就不是这个逻辑了 怎么做呢 其实刚好在103 下一题就是 不过 103的 那个题目 复杂度太高了 所以也许我们留到后面 再来讲 不然的话 光那个逻辑 可能很多同学就会 比较会 一堆的问号 所以我们 也许慢慢按部就班 慢慢再把那个难度再加强 所以请各位就是务必要把 讲过的东西 尽量熟练 熟练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未来希望能够 把那个VBA用在你工作上面 前提就是你要很熟练 你不能说 有些地方还要在 思考很久 才知道下一步那就麻烦了 因为刚刚做步骤虽然不多 可是你要很熟练 熟练的前提就是你要多早练习 请各位试着把刚刚这一题先完成 好 好 MING PAO TORONTO